第二届吴德芳杰出华文教师奖颁奖礼 今天节目为了感谢教师们在发扬华教的付出 五名分别来自华小、独中和国中的优秀教师 今天上台接受表扬 获奖的教师分别是霹雳太平华联华小三校教师 罗秀燕、吉隆坡康乐华小教师罗美兰 马六甲裴丰中学教师郑秀英 柔佛八珠八侠华人中学教师胡英兰 和吉隆坡康乐国中教师叶凤梅 传承华文教育需要依靠华社的努力 随着时代改变 一些思想开明的一族同胞父母 如今也愿意将孩子送到华小求学 这对华社而言绝对是很大的推动力 一些得奖教师不忘鼓励学子们不要青年放弃 教育的路途上绝对没有肤色之分 我希望说我们的小朋友不要放弃学习华语 因为华文就是我们的母语 我希望不管是我们的华文子弟 或者是我们的马来小朋友 或者印度小朋友 他们也其实也蛮喜欢我们华文的 那我希望说他们来到我们学校 来到我们华校 我们也要一视同仁 好好地教育他们 如果把各种族团结在一起 刚时我讲了一句话 我的讲师家看着我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赞同不赞同 就是欲足同分吧 当你眼中分不了 学里面分不了 你是马来人华人 跟印度人手 我们就团结在一起了 华社先贤多年来捍卫和积极发展华教 教师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 未来的华教传承之路 还得靠华社和教育分子的携手努力 协助华教殿下稳固的基石 NTV7综合报道